龙珠超,魔人不殴杀死三位剑王神,比鲁斯不知道,自己差点死翘翘了。 龙珠中,剑王神的实力虽然不是很强,但破坏神却是单个宇宙中实力最强的人。 而剑王神和破坏神又是共生关系,可以说,要想杀死剑王神,必须先问破坏神这关。 然而魔人不殴却在五百万年前杀死了好几位剑王神,可当时却没有看到比鲁斯的身影,让魔人不殴肆无忌惮地大杀特杀。 即便比鲁斯没有及时出现,但以比鲁斯的性格,必定会找魔人不殴秋后算账才对。 就像当初的赛亚人一族,仅仅是让比鲁斯看不惯,就让弗利萨将整个赛亚人灭了。 结果都过了五百年时间,也没有见比鲁斯寻找过魔人不殴的踪迹,更没有见比鲁斯去过剑王神界询问当年发生过的事情。 这也是为什么,连东界王神都是从老界王神口中得知比鲁斯的存在。 可即便如此魔人不殴杀死剑王神是事实,那么比鲁斯对魔人不殴,应该是充满了仇恨才对。 即便找不到,也会记得魔人不殴,毕竟比鲁斯也是一个惜命的人,当初见王神带着孙悟空去拳王宫殿,比鲁斯也是主妇维斯照顾好戒王神,结果自己差一点就死翘翘了。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比鲁斯居然不认识魔人不殴。 虽然有一些朋友都觉得,是因为比鲁斯一直在睡觉。 所以不知道这件事情,但是大家忽略了维斯这个人,只要是发生过的事情,维斯都可以将当时的画面展现出来,就像维斯就让比鲁斯看了孙悟空打败弗利萨的画面。 那么自然也可以看到,魔人不殴杀死剑王神的画面,自然而然就知道魔人不殴长咋样了。 即便当初杀死剑王神的人是小布鲁,而现在小布鲁死了只剩下胖布鲁,但以维斯能力,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点。 毕竟维斯当初可是看出未来特南克斯是从未来世界穿越过来一样。 可是当比鲁斯来到地球时,看出胖布鲁却没有一丝的反应,而是把注意力都放在布鲁身上,这又是为什么呢? 难道比鲁斯是真的不知道魔人不殴当初所做过的事情? 即使导致比鲁斯不认识魔人不殴,都是因为孙悟空原因,当初孙悟空打败小布鲁之后,为了让地球上的人们消除对魔人不殴的恐惧。 也是为了让胖布鲁能在地球上生活,让神龙消除所有关于魔人不殴的记忆。 从而导致出了孙悟空这帮人之外,其他人对于魔人不殴这四个字都觉得陌生,从而导致比鲁斯和维斯。 都不知道魔人不殴的存在,在结合比鲁斯睡了很久的时间,而戒王神的寿命也不如破坏神,以至于比鲁斯和维斯都认为戒王神是老死,而不是被魔人不殴杀死。 因而没有仔细去查看这件事情。 这也是为什么,魔人不殴都站在比鲁斯和维斯的面前,两人没有一丝的愤怒。 因为对于他们而言,魔人不殴就是一个刚认识的人罢了。